手机晶片龙头联发科去年财报交出了亮眼表现 因应物联网时代需求也加速进行组织改造 列出了几大天王的名单要分别领军的是家庭娱乐 无线联通以及数据中心等等主要的事业群 去年初正式合并半导体厂成兴为集团获利动能增添不少力道 IC设计龙头联发科去年营收2130.6亿元 年增率高达56.6个百分点 第四季3G手机晶片出货量达到1亿套 4G LTE手机晶片出货也有明显成长达成出货目标 出货量约9000万套到1亿套 海外市场稳定成长 需信品来客户是占率逐渐提升 乐看今年4G手机晶片出货渴望倍增达到1亿套 出货比重将大幅提升到5成 不过这样还不够 因应物联网新时代需求 联发科加速进行组织改组 建议集团资深副总 朱上组带领无线产品部门 通销包括无线通讯产品开发 软体开发以及最新的无线穿戴产品 客户产品应用等5大事业群 从产品交替的角度 LTE会是一个 算是一个 从联网科技来讲 也是一个新产品可以开始 开始RAM UP 展望上是不错的 要打败竞争对手成为全球非平平板电脑 晶片龙头厂 联发科选定副总 陈冠州领军娱乐产品事业群 另外专攻路由器 要与博通PK网路设备的 就是员工公号排名前20名的事业部总经理蔡守仁丹刚 至于数据中心 则是由同样升为事业部总经理的谢锐称负责 四大天王名单正式出炉 联发科要称霸全球第一来